大家还记得中东枭雄萨达姆吗? 有一个人自称是萨达姆的孙子,在伊拉克招兵买马, 喊话老美,要为爷爷报仇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感兴趣的朋友,点赞关注,我们接着往下聊。 相必大家对萨达姆多少都会有所了解,正如他的名字含义一样, 他的一生一直都离不开战斗儿子。 萨达姆出生于1937年,由于父亲很早就去世,家里条件不好, 他一直也没有上学,后来母亲带着他改嫁,继父经常家暴他。 这样的成长环境也使他有了暴力倾向,成了当地有名的小霸王。 十岁那年是他第一次叛逆,因为忍受不了虐待,就离家出走, 投奔舅舅,后来也一直由舅舅抚养长大。 在舅舅的帮助下,他如愿完成了学业, 而他当时就读的中学是很多伊拉克爱国主义者的聚系地, 在各种寻陶下,萨达姆也加入了他们,找到了一生所求, 那就是成为救国家与水火的英雄。 于是,他二十岁就加入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, 二十一岁时参加了暗杀伊拉克最后一任国王费萨尔二世的行动, 而且还顺利地完成了刺杀行动, 在当时的政界引起了轩然打波,之后他也没闲着。 第二年,他又参加了刺杀伊拉克总理卡塞姆的行动, 可惜,这次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, 不仅任务失败,还被全程通缉, 他只好逃到叙利亚,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隐匿生活。 1963年他回到伊拉克,领导复兴社会党发动军事政变, 推翻了卡塞姆并将其杀害。 当时的总统下令逮捕复兴党, 他不幸被抓在监狱里待了两年, 不过后来复兴党帮助他成功越狱, 他从监狱里出来后,靠着他在党内的身份, 逐渐掌握了国家的关键部门。 1976年他被提拔为上将, 掌管军队三年后, 42岁的萨达姆最终就任伊拉克的总统领导人, 走上了权力的巅峰, 而他刚上任就把60多名反对他的官员全部处决, 还让人将整个刑刑的过程都录了下来, 在整个伊拉克境内发售, 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来统治伊拉克人, 让所有人都对他忌惮三分。 在萨达姆统治初期, 他利用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, 帮国家挣了很多外汇, 还用这些钱进口了大批军事武器, 组织一支装备精良人口众多的部队。 由于长年的领土争端, 1980年伊拉克向伊朗发兵, 两伊战争爆发, 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伊拉克军队, 却在伊朗境内节节败退, 于是这场战争僵持了很久, 伊拉克的邻国科威特和沙特都很富有, 所以对伊拉克寄予了大量的财政支持。 苏联也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援助过伊拉克, 这时候当然也少不了美国的身影, 老美给伊拉克大量的武器和情报, 同时也资助了不少钱。 就这样, 两伊战争在各种蓄力下持续八年之久, 后来还是联合国出面结束了这场战争, 八年的战争不仅让伊拉克花光了, 之前拥有的350亿美元外汇储备, 还另外欠下700亿美金的债务。 萨达姆也因此又再次利用起了石油资源, 于是抬高石油价格, 希望其他的石油输出国家降低石油产量, 邻国科威特不乐意, 估计没有如萨达姆所愿, 而也有意增加石油生产, 降低石油价格, 因为他们和伊拉克一直有领土纠纷, 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令伊拉克让步, 萨达姆哪能轻易认输? 1990年, 伊拉克对科威特发起了进攻, 萨达姆下令出动10万兵力, 350辆坦克, 在轰炸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的掩护下, 不到10个小时, 就几乎将科威特整个国家全部占领了, 伊拉克的侵略行动受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和谴责, 1991年, 由美国领导的多国军队, 出动了上百架战斗机, 轮流轰炸伊拉克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设施, 为了将伊拉克的军队赶出科威特, 十多个国家捐助了差不多540亿美元, 总共派向了大约20万士兵参加驱逐行动, 伊拉克只扛了6州就全面崩溃, 以失败告终, 长年的战争也使伊拉克内乱纷争不断, 民众对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, 周围的一些国家也都在期待着萨达姆能够下台, 2003年3月20号, 老美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为理由, 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, 虽然这场行动并不合法, 还是有30多个国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支持美国, 4月15日, 美国领导的联军几乎完全控制了伊拉克, 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萨达姆, 那是因为萨达姆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, 他有8个替身, 十几个柱子, 在逃亡时, 为了不被人追踪, 他甚至都没有用任何电子产品, 因此他的去处成了一个谜, 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被联军找到, 7月22日, 他们击毙了萨达姆的长子和次子, 他们又找到了萨达姆的铁身侍卫, 在高额红利的诱惑下, 侍卫说出了萨达姆的藏身之处, 美国大兵最终将他从地洞中拖了出来, 经过DNA检测, 确定被抓的人就是萨达姆, 2006年11月5日, 萨达姆被判绞刑, 一代萧雄就此结束, 美国的一家博物馆还把遗物拿出来展示, 其中包括萨达姆生前最爱的黄金补箱, 萨达姆被杀后, 很多人都以为他家的男丁全部身亡, 认为萨达姆家族也已经彻底完了, 就算还有漏网之余, 也肯定会因为之前的遭遇, 不会再想有任何瓜葛,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, 萨达姆还有一个孙子还活着, 甚至他还想要为自己的爷爷报仇, 而这个人就是长子乌蛋的儿子梅苏特, 而他之所以能逃过一劫是因为, 他的爸妈刚结婚八个月就离婚了, 他妈妈在返回土耳其后, 才被查出已经怀孕, 梅苏特是妈妈一手带打的, 而这件事萨达姆一家也并不知情, 谁能料到, 梅苏特如今成了独孙, 现在梅苏特长大了, 作为唯一的后人, 梅苏特向老美致敬, 要求归还爷爷, 父亲等人的遗体, 老美从伊拉克缴获了黄金, 然而老美对此却是毫无反应, 为了让萨达姆一家重新崛起, 2018年, 梅苏特就从土耳其返回伊拉克, 之后联系上了萨达姆的女儿, 也就是他的姑母拉加德, 同样的立场, 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亲人迅速团结在了一起, 在他的帮助下, 熟悉了伊拉克局势, 也联系上了萨达姆的拥护者和旧部, 很快就进入了阵营, 得到伊拉克的部分支持, 梅苏特的突然出现, 让伊拉克人民也议论纷纷, 他们对萨达姆专制统治, 生恶痛绝, 但同时也非常想念萨达姆所造成的经济繁荣, 毕竟萨达姆统治的鼎盛时期, 伊拉克人民不仅免费看病上学, 整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曾委居世界前列, 因此他们对待梅苏特的态度也是双重的, 毕竟大家对他的了解并不多, 人们只知道梅苏特有一颗复仇的心, 梅苏特对美国的公然挑衅已经是几年前的事, 如今他的十万军队却没有任何动静, 除了几年前的报道, 再也找不到相关的消息, 尽管不一定有十万军队,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, 最近几年梅苏特出现在伊拉克的次数越来越多, 他似乎是在利用伊拉克民众的反美情绪, 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, 不过话又说回来, 就算是他真的有十万大军, 也不一定能够翻得起多大水花, 要知道当年他爷爷的百万大军, 在美国大兵的围攻下, 我也还是全军覆没, 所以他是否可以为萨达姆复仇, 重新夺回伊拉克, 唯有时间才能证明, 大家对此事有哪些看法,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